好,到这边呢,我们其实什么都还没有讲了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说,在对称跟反对称状态下面 你如何去描述一个很多颗粒子,而且是全同粒子的一个方程思维 你怎么样去描述它 我们现在已经建构出一套描述的方式 Fermio,N颗的,在这边 对不对,这个是Fermio 这个是Boson 的描述方式 这个是Fermio的描述方式 OK,就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以一个很简洁的方式描述出来 好,那我们这样子描述的目的是干嘛呢 我们当然希望说,未来可以比较好的方式来计算 简单的方式来计算 好,那我们现在更进一步来看看 我们先前不是学过一些Operator运作吗 对不对 那Operator运作,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的来做呢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Operator运作 对Boson而言,Boson比较熟悉嘛 所以我们从Boson开始,好不好 好,我现在呢 对一个Simple Harmonic,它是不是Boson 是啊,Simple Harmonic 它的Operator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写成为Hermittonian 对这个State会等于IgonValue 乘上IgonVector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那我们以前呢 也知道一件事情啊 知道什么事情呢 知道我们这个Hermittonian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这样子 Adeq乘上A再加上1分之1 或者呢 写成最原始的状态 2m分之P平方 再加上1分之1m 我们搞平方X平方 对不对 本来呢它就是动能加未能嘛 Hermittonian 只不过我们把Adeq经过一个定义之后呢 它Hermittonian可以写成这么简单的一个形式 那么假如说我们大家来运作 你很快就会发觉 你把A呢 对H呢 做这个Commutation Relation的话 它会等于A 假设把Adeq 对Hermittonian 做运作完之后 会等于负的Adeq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呢 之前应该都算过吧 好 再来 有些时候我们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做 因为用这种方式啊 有个麻烦 就是这个微方群会很庞大 OK 这个AgenState会很庞大 就跟这边一样 你看这个庞不庞大 好 那么 这个怎么算 请你们回家自己操作一下 假如说现在呢 那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将这个AgenState呢 写成这样 用Number来表示 就好像我们这边来讲一样 这边呢 本来你应该把这么多微方群 乘在一起 我把它看成这边 K1State就是有N万颗就好了嘛 我就不用去管里面的微方群 我就看看 每一个State可以放几颗 这样就好了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代表着说 我们的这个Energy 会等于什么 N再加上二分之一 扩大一点 变成我们真正的Energy 原本的State OK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Operator会怎么运作呢 重点就在这边啊 A运作在DN的呢 它会怎么样 会把它下降一阶 然后后面呢 变成N-1 对不对 A的格运作在这边 它会把它上升一阶 只不过前面呢 是不动的 更好 不不不 N加1 写后面一点 OK 然后呢 这两个相乘呢 假设把A的格格写在前面 A写在后面 乘上N呢 就会得到这个状态下面的 例子数 OK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A的格乘上N呢 可以把它看成为什么样 可以把它看成为N的Operator Number的Operator OK 所以你要第I个 就第I个State Number Operator 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呢 我们将类似的这个东西啊 写在这边 Bosome OK 我们把这几个整理在这边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VFunction 是这么复杂的VFunction 我们希望转换到这边来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代表着我们的VFunction啊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一样 这个写后面一点 空间快不够了 Cemetery 我们现在呢 可以把它写成为 第一个状态有N1颗 第二个状态有N2颗 第N个状态有N颗 写成这个样子就好了 我把下面这一大串 用上面这个来表示 我就这样子写 它跟原始的状态有什么差别呢 原始的状态是什么 0嘛 每一个State上面都没有半颗 然后我每个State不是要增加吗 要把颗粒数填进去 第一个State OK 第一个 你看看 我这个ADigger 是不是把它从N增加到N加一颗 那么 一 一运作进来 那是不是第一个State的就要变成一颗 第一个State有几颗 N1颗 运作N1颗 第二个State呢 有N2颗 意思到 第N个State 有NN颗 我想运作进来就可以 然后再把呢 因为这边已经分开来了 对不对 已经分开了 好像分别去填小盒子 而不管大盒子了 所以我只要把小盒子啊 可以重复的 把它扣掉就好 我就可以把WayFunction写成这样 OK 这个WayFunction写成上面这个形式也可以 写成下面这个形式也可以 OK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假如说我把 我把这个限制把它划掉 好不好 我需要一点空间 我现在呢 把A 某一个 我把定义成α 我对它做个操作 那这里面的State呢 第一个不是N1嘛 第二个N2 假设有个叫NαState 里面有N颗 后面造写 运作完会变成什么呢 不是Nα这个 本来N法 这αState本来Nα颗嘛 现在变成Nα加1颗 前面再乘上 Nα加1 后面呢就N1 一直到N的α 本来有这么多颗在αState 现在再加1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这是基本的运作 或者我把它降接 我不用A dagger 一样运作在N1 一直到Nα 在这里 降接的结果 Nα的αState本来有N颗 现在变成N-1颗 记住哦 你不要写成为 是下面的α减1哦 不是哦 是Nα减掉1 它的颗粒数减少了 那这前面呢 就别在讲 你看看有没有一样 A运作在N 把N呢下降一阶 前面乘上更好N Aα运作在这边 所以Nα下降一阶 前面乘上Nα OK 这些基本的运作呢 我们要把它记住 好 那么假如说是 Fermium怎么办 Fermium怎么办 我们把这边重新抄一下 好不好 看看能不能写成 跟这边同样的形式 根号N阶层分子 Sumation P Delta P P 运作在最基本的 K1就是Q1摆进来 K2就是Q2摆进来 一直到大 KN就是Q大N摆进来 这个就是它的 用VF表示的Fermium 我待会再重新把它写一次 OK OK 然后呢 我这边再写一下 N的Particle Fermium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来做一些 很类似的东西 第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把这个VFunction 转换成怎么样 我们熟悉的 转换成类似这样子 那么这边是Five K1 K2 意思到大 KN Q1 Q2 对不对 QN 本来我们的表示识 是用Wave的表示识 对不对 现在我们希望把它转换到 另外一个地方 就好像这边呢 我们把它转换到 这边一样 OK 我们把它转换过来 可以转换成为 Alpha Beta Kamma Delta 一路下去 不一样的是 这个地方还是维持状态 DAlpha的状态 就把它交到第一个吧 第二个状态 第三个状态 第四个状态 只不过它每一个 只能够放一颗 这边是有 第一个状态 第二个状态 但第一个状态 却可以放N万颗 你又放几颗都可以 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 OK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来表达 同样的 这个呢 跟原来 D0的状态有什么差别 D0的状态有什么差别 很简单啊 反正第一颗只能放一颗嘛 A1 Digger 放进去了 没了 能不能再放第二个 A1 Digger 可不可以再运作一次 不行 两个不能放在同一个State 所以呢 既然我现在State用Alpha 我就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样就相当于 每一个State的 我通常都放一颗进去 解决了 对不对 我用这样子的表示是 跟用这样子的表示是 运作方式上会有所不同 好 Boson呢 不只是这个样子 Boson呢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 它自己的 我把它弄一下 等一下 这样子好 这是它的对异 它的commutation relation OK 直接它的运作规则 那请问一下 在Fermium这边 它的运作规则是什么 我们很想知道 Fermium这边 如何来运作呢 它们有没有同样的这种形式 有没有同样的这种形式 它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形式 有没有同样的operator 那当然我可以继续框起来 这个是不是一样呢 到底也不一样 我们必须要来做几个 来让大家看看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它 OK 我们来这边先做几个东西 我们把计算计算在最右边 然后把结果呢 我们抄在最左边 我们知道假设呢 本来是alpha beta 伽玛的这个状态 假设我把它做个颠倒 比如说好了 我把它 比如说这个叫做 本来是这样 alpha beta 伽玛 我前面这个 我把它做个颠倒 beta跟alpha 把它颠倒过来 那么它跟它原来呢 会有什么差别 差个负号嘛 对不对 这是fremium要求的 所以这很简单 那我们怎么样用empty state 来表示它呢 这边不是很多个 你要运作进来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以后就a beta 抵戈 a alpha 抵戈 a 伽玛 抵戈 一直下去 最后运作进来 就是把它一路加上去 就是了 然后再来呢 这边要怎么做呢 这边是复的 a alpha 抵戈 a beta 抵戈 a 伽玛 抵戈 一路下去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件事情 这个呢 从alpha之后呢 大家都一样 从alpha之后都一样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简化的 写成这样子 a beta 写在这边 a beta 抵戈 a alpha 抵戈 后面我把它叫做 伽玛 delta 这样一路下去的 一个位方 我alpha beta就不写进来 反正它是0 在这边是0 你要运作完之后 才会变成1嘛 对不对 这一边呢 也是一样 那后面就是 γ delta 你都下去了 位方 我就这样表示 这个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不过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写呢 我想大家要注意一下一件事情 对一个0的状态 假设我现在先不管它 我对它做个a deg 就相当于我可以把它放一颗进来 ok 也就是说 这一边的 ok 没关系 它这样子 那我要是只是做一个呢 往下降阶的呢 抱歉 空的鬼域已经是空了 你如何降阶 没有这种东西 ok 没有这种东西 但是呢 我可以把第一阶降阶回来 变地零阶 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可不可以把第一阶 再把它伸阶伸上去 伸到哪边去啊 Fremium不准你伸 它一个状态只能够放一颗而已啊 怎么伸 它不能伸 ok 这几个东西 我们要非常注意 你发觉 基本上它还是很遵守这个 假设第一阶 根据那边 经过a降阶 或者变成第零阶 前面成它根号一 那就是一 假设是第零阶 我把它伸阶 伸起来会变成第一阶 对不对 伸成多一颗的 前面的零加一的 开根号还是1 所以基本上 Fremium就很简单 那些系数通常都可以不管它 就可以这个样子写下来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空的状态 增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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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增加进来 它就一直进来 这个只是代表状态 但是每一个状态只准放一颗 有一颗的就写在这边 没有了就写0 ok 好那要是这样子呢 我可以把这个移过来 是不是你可以写成 A Alpha Degger AβDegger 加上 AβDegger AAlphaDegger 再乘上 γΔ 要等于0 对不对 后面这个状态 绝对不会随时都等于0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一办法就前面这个要等于0 所以它就告诉你 这个呢 就可以写成什么样 写成一个类似对异的形式 本来我们的对异在这边呢 是什么意思 这是A Operator在H上面 减掉HOperator在A上面 本来当中是减的 这个就是加的 我把这个定义呢 下面加一个加的符号 它就会定义为AAlphaDegger AβDegger 再加上AβDegger AAlphaDegger 它就可以写成类似这样 这个叫Anti-Commutator Anti-Commutator 有没有两个M啊 还是一个M 忘掉了 Commutator 好 那么我们发掘一件事情 在这边呢 因为这个不可以等于0嘛 唯一办法就是后面这个等于0 所以呢 它要等于0 所以你看看 本来在Boson里头呢 我们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Boson里头 你要StateI的A-Degger StateJ的A-Degger 两个做个Commutator 记住哦 这边是减的哦 OK 做完之后会等于0 现在在我们的Fermium里面 也是一样 只不过不是Commutator 是Anti-Commutator 它也要等于0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给抄一下 我把几个呢 基本的做法呢 写在这边 A-Degger 先把几个0的弄好 A到0 这个是不存在的 A加的 再1的 这个也是不存在 A加的对0而言呢 会变成1 A 不不不 把它颠倒一下 写下比较对称 比较好看 A对1的运作呢 会变成0的 A-Degger对0的运作 会变成1 对不对 那现在最右边的那个式子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 A-A-Beta-Degger A-Beta-Degger 的 Anti-Commutator 等于0 OK 它这个一定要 成立的 这边写A-Beta 好像不一样 我可以两个都是A 当然也可以 因为那个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对于我们一个正式的空间 你看看 我把0 先把它增加一个 再增加一个 假设是这样子呢 就没有意义了 后面这个会让它 变成1 1再增加一个 抱歉 没有这种东西 不接受 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A-Beta 可相等 可不相等 同样的运作 所以呢 我们得到这个equation 这个equation 跟上面的 这个equation 两个match 对不对 好 我把两个一样的呢 先框起来 这个解决了 这个 基本上 都还是成立的 OK 只不过它的成立方式 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也已经做完了 这个也做完了 OK 这个也做 现在剩下这两个 我们要把它做完 OK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做一件 我们刚刚做的这个 都是operator 运作在一个kit 上面 假设它是brot的状态呢 会怎么样 我们在这边做 假设呢 我们有个state alpha beta gamma 这样 OK 这是我们的state 它可以写成什么 是不是第0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 要来增加它 只不过在这左边的 它可以割了 它可以写成这样 right 这个没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把alpha跟beta 对调 我们这样子写好了 这边的方程式呢 很多人很喜欢这样子写 这alpha beta一直下去 越上面呢 接的编号越高 那我也一路下来 伽玛 beta alpha 这样子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 这两个对调 这个叫做alpha 这个叫beta 那当然了 因为你一对调 会差个负号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会等于什么 负的 0摆进来 所以呢 一样 aalpha进来就变成alpha 那这边就叫a的beta 第二个呢 aalpha 第三个 a伽玛 这样一路下去 对不对 它会等于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这一看呢 alpha之后的呢 大家都一样 alpha之后的 大家都一样 所以只有前面两个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左边呢 上面这个是会变成 一大堆道 伽玛 然后呢 这边会变成aalpha abeta 它会等于负的 一道对一道 然后这边是abeta aalpha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整理一下 这个不动 那后面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为 aalpha aalpha abeta 加上 abeta aalpha aalpha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它就马上告诉我们 这个不会永远等于零 那唯一办法就是小瓜糊里面要等于零 那我们就可以对小瓜糊呢 再做另外一个定义 我们把它叫做aalpha abeta的anti-commutator 它定义是就定义aalpha abeta 加上abeta aalpha 等于零 太漂亮了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如说我们是aalpha abeta 的commutator 等于零 你看看跟这个一不一样 aiaj 的commutator 它也是等于零 所以我们这个呢 已经做完 OK 现在再把上面这两个做完就可以了 好 假设呢 我们有个state是这样子 0 然后前面呢 我们一个个摆进来 aalpha abeta abeta aγ 一路下去 对不对 这样就变成每一个状态 都有一颗占据嘛 我现在在前面乘上一个 abeta 把这个呢 重新再把它怎么样 降接降坏 OK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OK 那这边呢 我把它展开来 我可不可以 写成 干脆 干脆我就不要写刮糊了 刮糊就把它去掉就好了 这样省了一个式子 这是我故意在前面多乘一个的 好 然后我现在开始做一件事情 我把这两个对调 对fermium而言 一对调要变成个负号 负的 aα 记住哦 这个它并没有 后面原封不动 是aβ Aγ 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唯一的差别是多一个负号 负号我把它加强一下 OK 这样看了 就看得很清楚了 OK 那么 相当于β这个东西呢 你一开始从零接产生一颗 现在我又把它降回去 所以相当于这个 有没有动作 没有动作 就相当于我们刚刚前面写的 比如说一个零接 我加上个a的 它会变成1 对不对 那假如说呢 我再把它降回去 因为这个是等于 a的意义嘛 所以它又跑回零 所以相当于这个呢 会等于零 那也就是说 这个有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 你把它升起来 又把它降回去 没有作用 OK 跟前面这个number不一样哦 这个先降后升的呢 反而是代表是一个number数目的operator OK 好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留下来 OK OK 这个留下来 当然我这边这个对调是 这两个对调 对不对 我也可以把它写成 我看看啊 写成另外一个对调 另外一个对调是 负的 负的A β这个不变 但后面这两个对调 Aβ的个 Aα的个 我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希望能够维持 这个就在这边了 我可以把它框起来 我可以把它框起来来看待它 那这两个又是没有作用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看看 这个可以直接写成 Aβ Aα的个 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我就直接把它运作进去 它有β γΔ 一路下去 这边我会变成什么 假如说 我从这个来看待 那么是不是变成 负的Aα的个 A的β 后面也是β γΔ 一路下去 对不对 这两个要相等 所以我就把它集中一下 可不可以写成为 Aα的个 Aβ 加上 Aβ Aα的个 后面是β γΔ 一路下去 最后等一点 同样的 这个不会等一点 所以唯一办法就是 前面这个要等一点 所以我们就得出一个 Aα的个 Aβ的 Anticommutator 也要等一点 我再继续写 就是AΔ 这只是顺序 这是希腊数字的 αβ γΔ 一路下去 你把它写成ABCD一样 我这后面没有写 这边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我可以继续下去 你把它写点点点也无所谓 也就是说每一个我都要加进去 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 对不对 就类似我们上面的这个 OK 现在第一个 是当α跟β不相等的时候 因为在我们上面的计算 这边都是α跟β不相等 对不对 那α跟β相等的时候会怎么样 你会发觉一样的效果 所以呢 最后面呢 既然是一样的效果 很类似的效果 你这边就等 Δ αβ 但是不要忘掉 前面是什么 Anticommutator 所以由这样子来看的话 假如说我把我的眼光转到 这个表象呢 representative的 我从wave的representation 转换到什么 particle number的representation 那么这个时候 我所有的运作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左边的运作跟右边的运作 Boson跟Fremium几乎一样 几乎一样 只有几个 Boson呢 每个state可以填N颗都没有问题 Fremium不行 每个state只能填一个 Boson它的commutator 用的是commutator Fremium用的是 anti-commutator 大家都一样 OK 那这样起来 我们就简单很多了嘛 对不对 简单很多 那假如说我们继续算下来呢 我看看 那我们呢 就可以来看看 我们下一个试试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来做这个东西 在我们这边呢 你要是对 Dalpha一个 运作一个 AalphaDigger 就相当于Nalpha这个state 数目字增加1 数目字增加1 然后呢 前面乘成AgenVetting 但事实上这个运作 没那么简单啊 这个我们感觉上 好像直接对它运作 假设你把它写成一个 从0开始的 你来看看它为什么呀 你会发现它得到同样的结果 OK 那到时候我们在 我们的Fremium的时候呢 就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们原本的这个 我这边抄一下 AalphaDigger 对Bosome而言 AalphaDigger 对什么 对每一个状态 N1 N2 Nalpha 这样子 这个会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AalphaDigger 造超 写在这边 那后面呢 假设我把它写成0的状态 它是不是要等于A1 A1Digger 运作N1次 A2Digger 运作N2次 想一路下来 对不对 一直到某一项 AalphaDigger 运作Nalpha次 这样一路下来 那我可不可以 对它做交换呢 因为我希望 把这个交换到这边来 那才可以 这边变成N个运作 但是呢 在Bosome 你这个交换都是正的 它不会改变符号 你任何交换都可以 所以一直交换 一直交换 交换到这个地方 得到的结果 还是一样 现在呢 因为你运作到这边 就增加到一个 所以呢 我再把它全部丢进去 是不是N1个 N2个 一直到达都是 Nalpha加上一个 我是不是这个State 就这样子运作出来 Right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那对Fermium呢 我要怎么样 我想来运作一下 看看会得到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记住 我这次的写法 要很注意 对一个Fermium 好 我现在呢 Aalpha 对一个运作在这边 假设你原来里面有 有什么东西 这边我也写N1 N2 Nalpha 但请记住一下 这边的NI呢 它只可以0或1 它只可以这两个 因为它是Fermium 这Bosom呢 NI可以怎么样 从0到任何数字都可以 但这边我要限制在这边 好 那这样就代表的时候 我把它展开来 按照前面一样 Aalpha Dagger 那这边是不是 A1 Dagger 对不对 理论上呢 它要N1次 对不对 你要是0 它是0 0就是0次方 我就不运作了 假设1 那就是1 就这样子而已 它没有其他的数字 A2 Dagger呢 N2次 Aalpha Dagger Nalpha次 运作在0上面 抱歉 这边没有 这边就是这样 记住NI 这个很重要 好 那我现在开始 要把这个移到这边来 我要一直转 一直转 但是不要忘掉 Fermium 每转换一次 跑出个-1 插一个符号 所以呢 我们会变成 几次呢 它总共要转换几次 转换 要跨过它 这边要转换N次 要跨过它 又要转换N2次 对不对 那它是不是要等于说 N1 再加上N2次 一直加到 N的 Alpha 2-1次的 它前面的这个 我才可以把Aalpha 给一个 挤到它旁边来 对不对 然后 它才会变成怎么样 我把它整个形式写下来 它才会变成为 N1 N2 Nalpha 加1 才可以写成这个样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很习惯的 把它写成 负1 submission Ny y等于1到 Alpha 减1次 OK 然后呢 里面呢 就是 反正它每一个state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一直到达这个地方 OK 记住一下 假设我要把它增加上来 Aalpha 递格下来 那代表它原来应该是0的状态 你才能够增加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Firmium 这样子它才会变成1 假设它本来就是1了 我可不可以再把它增加上去 Sorry 不行 所以就代表到了Nalpha的这项呢 我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要是 增加完之后变成1 第Alpha的这项 我在下面标示一下 OK 后面讲一次过来 但是要记住 原本的Nalpha 一定要是0 所以这边告诉我 原本的Nalpha 一定要是0 它变成DataNalpha 但是01运作完之后 就变成1 对不对 好 所以我把这个 稍稍微再写在这边一下 它会等于 负1的 summension Ny y等于1到Alpha 减1 一直到达1 Alpha这项要变成1 这样下去 那后面很重要 它告诉我 Nalpha本来呢 一定要是0 同理可证 假设我往下降呢 它后面这个交换呢 还是一样 里面还是一样 但是 你要下降的话 原来一定要是1 下降完之后变成是0 那它就告诉你 原来一定要是1 OK 所以这样子呢 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运作 全部都完成 好 Homework 请大家回家练习一下 第一个 假设 A A A 等于1 A A 这个等于0 And Number operator 可以成为A 等于1 Prove that 请你证明 The eigenvalue of N Can only be 0 or1 在Framium里头 我们这些都遵守 OK 这些都遵守 这边的规则 那 Number operator 大家也都是一样 都是一个A 等于乘上一个A Operator 一个A 连续两Operator 但是它要 你证明一下 Number operator 的EigenValue 也就是 你用它来计算 某一个State 的Number数的时候 它只能够 0或者是1 因为这是Framium 请你证明一下 第二个 If Number operator 在Dalpha state 等于Aalpha Dagger Aalpha Prove that 请你证明 Nalpha Dagger Nalpha的Operator 跟Aalpha的Dagger 做一个Commutator 它会等于Aalpha Dagger 另外一个 Nalpha Dagger Aalpha 它会等于 负的Aalpha 记住 前面这个呢 它并没有告诉你 它是Framium 还是Boson 它只告诉你 有个Operator 是这样 它是个Number operator 请你证明一下 Number operator 跟Aalpha Dagger 或跟Aalpha 的Commutator 记住 我没有Anti-Commutator 这边有没有加 没有加 会等于分别的 这个呢 对Framium 跟Boson 通通都成立 还是Boson 之后 下属 跟Aalpha